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雪酸很可怕 专家,预防只要一个字 建议中老年人都看看 通常来讲,血管就好比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而雪酸就是河道中的泥沙、淤块 影响着血液的流动 雪酸在血管内游走,停在哪儿就会堵在哪儿 导致血管部分或完全的堵塞 身体相应部位的血流就会出现障碍 最可怕的是雪酸突然的瓦解脱落 顺着血液循环,最终蹦到了肺动脉 堵塞肺血管造成肺酸色 而有11%的患者会在主射后一个小时之内去世 并且是突发的猝死 医生往往来不及抢救 1. 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血酸? 血酸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一定的条件下 血液中的有形成分吸出、粘腹、凝结 血管内形成固体质地的过程成为血酸形成 该固体质地被称为是血酸 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抗凝系统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两者保持着动态平衡以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的流动 不会形成血酸 在特殊的情况下 由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时 导致凝血功能抗凝或者是抗凝功能削热时 就会打破这种平衡 使人处于易酸状态 另外增加总作者不动 长期的处于压力状态 患三高等慢性病等 都可能让身体里的溶酸的系统失灵 血管内慢慢养出了血酸 如果平时爱吃高脂高油食物 情绪起伏不定 经常加班熬夜 大量吸烟饮酒 更是给养大血酸 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此外 长时间的乘坐火车和飞机的途中 由于缺少水分和运动 下肢静脉血流量通常会减慢 血液内的酸块更容易的挂臂 沉积形成血酸 当血管受损后 血酸开始自动的形成修复血管壁 保护血液不在外流 正常的情况下 当血管受损后 血酸开始自动的形成修复血管壁 保护血液不在外流 正常的情况下 当受损部位全弈之后 血块降解并消失 可当凝血因子病变 或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血块形成过程出现问题时 就导致高凝状态发生 痊愈之后 血块仍然会增加 形成了异常或者是过量血酸 注射血管 这些信号提示你 十有八九被血酸盯上了 血酸性疾病包括动脉血酸和静脉血酸 前者都发生在心脏和大脑 后者亦出现在下肢和肺部 他们两个可谓都是潜伏的高手 往往不易被发现 当出现以下的表现时就要当心了 一、脑动脉血酸、脑梗 发生前患者常会有六类的全区的症状 一、血压过高或波动幅度大 比如突然升高到200毫米公柱以上 或降低60毫米公柱以上 二、高血压患者近期大量的鼻出血 伴随眼底出血 脑梗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三、80%的脑梗患者发病前五到十天 会哈欠年年 这是大脑缺氧缺血的表现 四、平时走路轻快有力 近期变得步履、盘山、脚无力等 是脑梗的先兆症状 近期突然的头晕 伴有天旋、地准、耳心、呕吐、耳鸣 是脑梗的常见的表现 常于清晨起床、疲劳时、洗澡后发生 以前没有头疼的问题 近期突然头疼或头疼的部位跟以前不一样 也是脑梗的前兆 肝状动脉血酸、心梗 发生前几个小时到数天内 肯就会出现下列的症状 一、有心脚痛的病人 胸痛发生的次数增加 疼痛时间延长 轻微活动或者是安静时出现胸痛 都是肝脏动脉狭窄 加重或者是血传形成的表现 二、心梗发作前几天 患者可能会出现嗓子或者是颈部不适 有堵塞感 如果伴有大汗症状要及时就医 三、突然出现胸部以外的疼痛 包括持续性的左肩痛、后背痛、上腹痛、牙痛、下爬痛等 都是心脚痛的不典型症状 三、静脉血栓 静脉血栓最常发生于下肢 随着酸子的脱落还会继续地游走漂流到右心 形成极为凶险的肺宣色 留意下肢的症状出现了单侧脚肿疼痛 皮肤颜色变为青脂、暗红色等 要立刻地就医 切记不要用双手拍打 怎么防止血栓威胁 以下几类人格外地受到了血栓的偏爱需要重视 家族成人中有血栓形成者 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患者 吸烟人群久坐久站者 不用吃激素者、既往有血栓病史的人 血栓的形成并非一措而就 从生活的细节入手 尽量地避免血栓来找你麻烦 日常可以做以下两个运动预防血栓 当大家久坐久站不动时 可以做做踝蹦运动 躺着坐着都能够做 上下活动脚踝、旋转活动脚踝 都可以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 预防血栓形成 2.每天快走30分钟 中老年人预防血栓可以以走路为主要的运动方式 步行能够保持有氧代谢 增强心肺功能 促进从头到脚的船身的血循环 防止血脂在血管内堆积而形成了血栓 走入防血栓要注意三五七原则 三就是每天步行3000米以上 而且保证30分钟 五.一个星期要运动5次以上 一.运动后心率加年龄应不低于170 如果觉得计算太难 那么就记住一个原则 每天快走30分钟 直到身体发热甚至微微发汗 就达到了锻炼效果了 无论对于哪一种的血栓 日常避免诱发因素都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比如合理的膳食 清淡的饮食 适度的减重 积极的戒烟 经常运动 避免久坐久卧久站 血栓性疾病常常会危及到生命 需要及时的得到专业医生的救治指导 如果怀疑有血栓形成 应该立刻的前往医院救诊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